两三位志工合力清理山边落叶 因为就怕这个情形再上演 去年九月短时强降雨 让基隆大五沦稀水位暴涨 住户纷纷架起防水闸门 当地里长说要防倒入淹水 得先稳住后山 所以要随时用监视器来监控 随时来清理 台风来的垃圾很多 要撈都是现场这里 八包的 台风接近船主都到渔港固定身材工具 想要在避风港选到好位置 三四天前才有没有砍到里面 如果是昨天前进来的 都只能是外面 或者要砍到镇边渔港去了 那后天台风越接近的时候 这个都还要再消息 小船则是掉到岸上 用绳索绑紧 同时清理船底 我们的港是很好 可是怕这些大船 有时候断栏的时候 会碰到我们的小船 把我们的小船弄破了 受到台风外围环流影响 沿海开始出现长浪 提醒民众留意台风动态 更不要危险关浪 大爱新闻高宁灯音中 基隆报道